大家好 刚刚从回收站里找到这个风扇罩 打算用这个风扇罩来种一颗太阳花 把它做成一个这种造型 让它在上面慢慢攀爬 因为太阳花生长得非常快 做造型是非常适合的 而且开花比较多 非常壮观 先来说说配土 配土的话我用的是普通的营养土 然后加入一点和砂 目的就是增加它的通透气 透水性 加入一点和砂是非常不错的 同时为了让它开花多 我还会加入一点糊粉 糊粉凝粘素含量比较高 所以非常适合这种开花量大的花会使用 加入大概3%到5%就可以了 不需要太多 以后再给它加入一点底肥 用的底肥是这种发酵好的芝麻底肥 因为太阳花比较容易成活 所以说直接扦插就可以了 先把它配好土 然后接下来再把这个风扇罩 给它固定到上面 因为之前我已经放了两条铁丝 在这里撑住这个风扇罩 所以现在给它固定一下就可以了 好了 现在已经把它固定好了 这个风向罩 接下来就是给它种入太阳花 这次我打算种上三个原色 直接把它种到这里面来 等它长出来之后 再慢慢的给它定型 因为现在这个太阳花没长起来 所以说这个没有什么效果 等到这三颗太阳花生长旺盛了 我会不断的跟大家分享一下后期的打理方法 好了 这一期就跟大家暂时分享到这里 我们下期再见